订阅傑斯频道 like和share我们的片 集结力量 为自由攜手守护正常 75年的管治 其实有什么值得庆祝呢? 先不要说是否极权或民主 在共产党治下的这75年 今天的中国仍然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 战后唯一一个 完全是还没实行一个 一人一票 民主选举的国家 甚至是一个假的民主都没有 即是连俄罗斯都有一个假的民主 可以叫做选一个总统 普京 也叫做选出来 习近平 车尾灯都没望得到 在共产党管治之下 其实这75年的中国 有进步过吗? 当然啦 我常常都强调一件事 原罪未必真的一定是在共产党里 有什么人才有什么政府 75年我们看到的就是 中国人的民事仍然未开 追求民主的决心 完全是 可有可无 甚至大部分的人 可能都仍然是在那儿 望天打掛 期待一个开明的专制 最重要是一个就是 严军 有一个恐武有力的人 去保护我 那就已经搞定了 民主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 最好不要有念 OK 有得给他们选择 就算摊在这里 给你有个自由的选择 我想很多中国人仍然都会选择 独裁 选择极权 而去捨弃民主 或者还有经济 经济上 这个国家今时今日 哇 厉害了 最有钱就在国家里 除了国家之后 人民有没有钱呢 金字塔式 可能有一小撮人是很有钱 但是今天 他们的钱包里面的钱 其实都是国家看着 表面上好像很有钱 但是 他们的有钱 能不能换来快乐呢 真是 很值得商榷 大部分的人 大部分的人 仍然可能都是 在今天 如果你计算 人均收入 人均收入 仍然可能都是 停留在一个 发展中的国家 社会今天 在吹嘘 什么呢 吹嘘 可能是月入3万人民币的一个外卖歌 这个外卖歌怎样赚3万元呢 可能由早上6点 他要开始工作 直到半夜三间 一天里面可能要工作18个小时 不眠不休 一个几毫一张单 一个几毫一张单 甚至有些人觉得他没有什么可能 因为这些单 怎可能被他抢了呢 是不是造假的呢 最后他撞车 现在重伤 在医院 但是他是社会上 很多人都很羡慕他 哇 你做外卖歌都可以找到 3万元人仔 就是说 有很多人 连3万元人仔 都找不到 那75年 有什么值得 那么庆祝呢 这个国家有什么 那么进步呢 大部分的人 可能都还是 优柴优米 大部分人 可能都是 处于一个 失业的状况 就算被你做事 做到退休 OK 退休金 又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有得拿 社会上 没有任何的保障 医疗 退休的制度 有等于没有 这些东西 全部都是 共产党 今日治下的中国 大家看到的东西 社会的价值观 嗯 脚踏实地 这个国家里面 怎么可能脚踏实地呢 在这个国家里面 对不对 最重要是 看看有什么捷径可以走 走得到 就可以赚到快钱 赚完快钱 就尽快逃离这个 市坚 所以 就是 就是 继续有人 继续去做一些 这个大货直播 总之 就偷骗拐骗 最重要是快 哪有脚踏实地 找份工 又不应该 找一个 一份 踏踏实实的工 做实业 做生意 就更加 不应该 找一些 要脚踏实地的 实业去做 这个国家 其实就是 就是这样 这75年 就是这样 走过来 有些人说 不是呀 最近的股市又涨了 大陆股票又涨 香港股票又涨 是不是呀 又说 又说今年会跌到 跌到 妈妈都不认得 我想 看看你怎么看 共产党 最近这一波 其实 小聪明来的 如果你问我在我眼中 美国减息 接着吃着浪 接着 然后 降息 降准 放水 放水 我想比温家宝年代 那次还更加 来得 虚无 OK 因为 号称放十万亿出来 但不是放在市场 其实是 比如 给地方政府 或者帮很多 表面民企 实际国企的 债台高速的企业 可能给很多的认股证 给他们变成股票 那他们必须要买股票 然后才可以 砌好数据 其实所有整个都是 十万亿 其实都是一个数字游戏 是虚的 那你问我看到什么 最近看到的就是 很多的韭菜 继续有很多不醒的人 在大陆 这一棵 升了一两天的股票 然后又有很多人 继续 又立刻涌回 把股票市场开户口 在内地最近有他的述语 武则天守寡 为什么呢 因为武则天的老公 就是唐高宗 唐高宗的名字 就叫理智 OK 就是自理的字 如果用普通话 就是理智 OK 那么 武则天守寡 就是失去理智 下音就是 失去理智 就是失去理智 OK 也看到很多人 武则天守寡 所以共产党 很容易管治 你问我的 在我的眼中 就看到另一棵的韭菜 割极都有的 香港如是 大陆又是如是 你说 中国国内的股票市场升 或者香港的股票升 又如何呢 加权指数没有升吗 台湾一样升到两万二点 还有美国股市 大陆又升到四万二点 史无前例 所以你也是跟着 跟着美国的 引擎去行 绝对不是 反映到中国的经济 突然间有什么的起息 纳斯达帕都万八了 还有 还有很多的股票都升 所以 所以都是跟着浪 没有什么很特别 所以 其实你跟着浪升 然后一旦退潮的时候 你就死得更惨 只是看到的就是 继续又 冲起了 75周年 国庆 吃一粒大大粒的韦歌 然后又在那里 辞联一番 所以 我想 有什么人 有什么政府 75年 有什么好庆 继续 中国人 在 今时今日 完全不觉得 需要 制度上 需要改变 或者 就算 觉得需要改变 也都不够胆 去说出来 仍然都是 见一日 就走一日 党仍然告诉你 一定要跟着党走 跟着党走 走去哪里 是不是 今天 共产党 这75年 经济 搞不好 改革 无此境 继续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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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去到今天 深化改革 经济转型 那究竟 转到何时何了呢 所以 在这个国家 其实 没有希望 这75年 只是代表 一种的悲哀 如果你问我 绝对是 中国 在1949年之后 就淪陷 淪陷到今天 75周年 其实不算是一个 慶祝 应该算是一个 悼念 悼念的就是 这个国家 越来越 变得 没有希望 大家都是 就是 没有得选择之下 而去做中国人 然后 然后 努力 这样 挣扎 求全 只是为了 尽快 去逃离 这个 市坑 这个地域 这个就是 每一个 中国人 今天的 心态 当然 有很多 出了去的 中国人 又是在 自狱 出了去 就说自己 很爱国 这些 全世界都会 找得到 都是一种精神分裂的状态 以及一种无语的状态 十一的国庆 其实是在 世界各地 都帮他 帮他一起 赫他老母 在我的地方 我们昨天在温哥华 我们也上了 去中领馆 中领馆 也很奇特 给大家看一张照片 他也知道 我们也会准备上去 帮他 赫他老母 整个中领馆的门口 本来也有一块牌 其实中领馆 在温哥华 中领馆 那个选址 其实就已经在 这条斜址的中间 他又不像 好像金钟 美国领事馆 那条斜址 美国领事馆 你看到 给人一种感觉 很鲜明 很光明正大 就是一个 美国的领事馆 但是 不怕会 告诉别人 这个就是 美国的领事馆 干什么 但是 在温哥华 那个中国领事馆 如果你有去过 就会有一个感觉 其实他就 很鬼鬼祟祟的 今年就更加鬼祟 就是在斜坡里 坐在斜坡里 那这个门口 其实今年还特别 今年就怎么样 连那两个门牌 他都找过 找一些 大家看到的照片 都是 做一些特别的设计 找一些钢板 伤着他 OK 那你就 见不到中国国的国旗 见不到 见不到 中国领事馆的门牌 地址 什么都见不到 OK 其实如果你不知道 如果你没去过 你根本经过 都不会知道 那里是中国领事馆 就是不知道 搞什么 其实是一个 给人的感觉 就是很鬼祟 很不见得人 那个地方 好像一个策斗 那样 这个都很能够 反映到 今天在 外面的世界 中国的领事馆 其实每个地方的领事馆 都是相当之 神真鬼厌 有得选择的话 其实大家都不是很想 他在自己的地方出现 今年我们在温哥华 仍然都有很多的团体 一起 我们就选择了 在9月29号 因为昨天就是星期日 我们就上了去 烧金文医子 抗议 示威 其实除了有中国人 香港人之外 还有菲律宾人 还有Vegas 还有Tibet 每一个团体 都有人上台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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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 make a speech 其实都是 讲的就是 这个 这么邪恶的极权 就是 如何去迫害 每一个不同的族群 这些都是今天 全世界看到的东西 只有中国人自己 视而不见 或者假扮看不到而已 所以 如果有自由去选择 我们会看到的就是 没有人去 愿意陪你一起去庆祝 就是 中国的国庆 每个人都觉得 这个是一个国伤 这个是一个中国 淪陷了75周年的 一个悲哀 但是今天 我想都没什么人会说 中国人真的很值得同情 其实 久而久之 中国人 中国人都不是一个受害者 就是慢慢大家想清楚 中国人是不是一个受害者 如果在我心目中 我想我已经改变了这个看法很久 我经常都强调一件事 有什么人才会有什么政府 就是你不会想象到 共产党可以在其他的 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大部分的地方 都不可以令到 都不可以有一个土壤 去育成这个 这么邪恶的共产党 今天这么邪恶的共产党 当然都有个世界 在这几十年的全球一体化 那里怎么养大这些魔鬼 但是我想最重要最重要 要回来的那个根源 那个原罪 就在中国人自己本身身上 那就 不禁要问的 其实就是中国人什么时候才会醒呢 这个问题真的 我也答不了你 那如果真的有得投胎的话 只能够 就是希望 下一世 不要再投胎做中国人 唯有是这样的 因为我想死几次 再投胎几次 回来做回中国人 中国人都可能仍然都是这样 那么这个DNA究竟什么时候才会改变呢 中国的觉醒 究竟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看到呢 我仍然相信有一天会看到的 但是那个时间真的十分之漫长 那会不会 甚至我真的会曾经想过 是不是真的会有一次第三次的世界大战 然后今天的中国就受到一个好像二战时候的纳粹 或者军国主义的日本的教训 然后接着就会醒不过来 我都抱这个存疑的态度 就是会不会吸取到教训的呢 中国人那种的环顾 明显不灵 是真的不能够看少 所以没有办法 这个可能是一个不治之症 或者一个短期内医不好的死症 但是 但是 我想 我们起码都要知道自己的死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觉醒实在 对我们来说是相当不容易 所以 没有什么好庆祝 每一年 中国的10月1号的国庆 我都是那句 无甚可庆 今天 如果作为香港人 今天就更加悲哀 见着香港 在中国的这个黑洞之下 其实到最后 也都是 走不出 这个黑洞的魔障 今天已经被吸了进去 所以 见到 就是香港 今天 迫着要跟他一起去庆祝75周年 教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九不八的活动 又说这样又说成事那样又说成事 只是一种无语的感受 我想大部分的香港人其实都不会觉得很兴奋 有一天假期最多就拿来休息一下 不如最好 大家看齐 给香港人一个长假期 如果有一天香港有一个十一的长假期 其实大家又是走去铃铛的日本南韩台湾泰国 去整个短短的旅行 代表着什么呢 没有眼睛看 在视乱蛋 所以希望 希望香港的建制派尽快帮忙 成功争取一个香港的十一的长假期 让大家可以出外旅行 最开心就是这样的了 我想就是国庆最开心的一个日子